Yo everybody good morning 其實也不good morning了 現在已經是中午了 然後今天呢 我們有一間大事要幹 也不是大事啦 今天我要來幫我的 菊白裝行車記錄器 然後今天要裝的行車記錄器呢 是肥樂的M98 Go Yo 然後今天呢 我們來這邊 這間車行呢 是在老菊白家附近 然後是他非常手勢的一間車行 叫村河輪業 村河輪業 然後據老菊白說呢 這個老闆還蠻厲害的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給他裝裝看 一進來呢 我馬上就被這個新 帥死了 趕越野好不好 Day in Duro 最愛這個了 據說他有LIDAR 我也超想要LIDAR的 感謝我們今天開箱小助手 老菊白耶 這是開箱老助手 直接把他全部撕爛了 不行啦 為什麼 你有強迫症喔 對 你有強迫症喔 對 我是沒差啦 我們今天直接把他撕爛好了 好 直接把他撕爛 這樣把他台頭自己掉下來 Go 然後打開的是 這應該是前後鏡頭 前後鏡頭嘛 這個是他的主機 然後呢 我覺得他這個外觀 他做的非常的 這個應該算是非常的軍事吧 就是他旁邊這個紋路啊 然後就是感覺很耐撞 然後他又是防水 我記得他好像是IP IP67防水啦 然後他的鏡頭呢 也跟一般的那個 行車記錄器的鏡頭 不一樣 因為他現在這個鏡頭就是 他旁邊有做一些冷冷嚼嚼的這樣 那來對比現在橘白上面裝的那個鏡頭 因為這是那時候換橘白的時候 裝的 牽涉的時候就裝上去了 然後這個呢就是 就是感覺兩個外型 外型是差蠻多的啦 OK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把他裝在橘白上面 外面就是這些東西嘛 這應該是主機架螢幕啦 你可以即時馬上直接看到 這個鏡頭拍出來的畫面 Go Go 就是寶卡 電源降壓盒 鎖擋鍵 他的鎖擋鍵做的 我覺得他這個外觀 目前這個包裝還沒拆 這個外觀看起來 按起來應該是蠻舒服的那種 就是不會有些你按有沒有 就是感覺那個觸感按下去一下 那個回饋感是不夠的 可是這個按一下就是 各位有聽到嗎 顆粒分明啦 兄弟們 GPS的模塊 因為他這個行車記錄器 他是有GPS功能的 所以等一下這個也要一併裝上去 好 等一下我把這個包裝打開 我們就要裝了 Go Go 他這個行車記錄器有的功能呢 他大概都印在這個包裝盒上面的 第一個就是循環錄影嘛 這廢話這一定要的嘛 然後前後雙鏡頭 他的前後雙鏡頭是可以錄1080p 就是Full HD的 有Wi-Fi的功能 也就是說呢 只要我們在手機上面下載APP之後 等一下我會下載 下APP之後呢 開啟Wi-Fi的功能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行車記錄器裡面的檔案 在手機上面預覽 然後耐高溫這一定要的嘛 因為GPS超熱 PS碼流 比較不容易損壞的格式啦 因為如果今天 真的當下有發生狀況的話 會保存起來 比較不容易壞掉 碰撞鎖擋 車子啊 然後今天有發生碰撞的話 他可以馬上就把檔案鎖起來 他主機的螢幕呢 是3吋的 有GPS記錄軌跡 現空的控制就是 他鎖擋鍵上面有3個按鈕嘛 有一個Wi-Fi的 然後一個錄影的 一個鎖擋的 他的鏡頭呢 是140度的廣角 IP67的防水 防水這是一定要的啦 因為畢竟 我也是一點點的雨神啦 還好我中指很有力 我們都是有 有離在一些沒用的地方 中指沒用嗎 好啦 很有用的 現在已經把我舊 行車記錄器的這個主機 拿出來了 因為他 因為舉白他 他的那個位置太少了 所以他塞在超裡面的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把他拿出來了 讚讚 然後這兩個鏡頭 他是不分前後鏡頭的 兩個鏡頭都是拍1080P的影片 你在安裝的時候 不用分前後 你就隨便裝上去就對了 沒有前後鏡頭之分 比較特別的就是 他這個螢幕有沒有 他原本說這個螢幕 是可以裝在車把手上面 邊起邊看到 你現在前後鏡頭 拍出來的畫面 可是 因為我會裝那個攝影機 在把手上面 所以這個的話 我就沒有要把它裝在外面 我就把它放在車廂裡面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裝在車子裡面吧 我剛才蓋了一件北蘭的事情 就是我在裝機卡的時候 機卡掉到車子裡面 還是他掉到地板上 我找一下 我記得我剛才聽到很多 啪啪啪 這樣的聲音 應該是在裡面了 我覺得 我覺得不要找好了 應該是 大海撈針了 他超多層的耶 老闆他好心的 勸我說把那個電池槽 拿掉拿起來 說明就找得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決定繼續找了 有!在這裡 真的要找的 在這裡 這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不是說號稱中指男很厲害的嗎 中指男 來!中指男 等你好消息了好不好 我就不錄第一手畫面了 哇! 哇! 哈哈哈哈哈哈 欸! 很會開車 又很會煮菜 又很會露營 又很會撿記憶卡的男人耶 裝飾 哇! 你好 你真的好多技能喔 我幹 像我們把行車記錄器 前後鏡頭還有主機 然後主機裡面 我也把記憶卡裝進去了 像媽媽把殼裝回去了 前前後後呢 花不到兩個小時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出去 戶外試一下 他那個GPS的功能 還有他露營的畫質 GOGO YOU 我是魯特 那這台飛樂的M98行車記錄器 在安裝完之後 這邊有幾個點是想要補充的 一就是他的線組 不是一般的那種塑膠接頭 而是使用了抗拉扯金屬的防水接頭 強度呢 也會更高 機身本身是IP67的防水防塵 而鏡頭做到了IP68的防水防塵 所以主機和鏡頭 直接裝在車上可適的地方 就算碰到下雨也不會有問題的 2 如果你是跟魯特一樣 把主機塞到車子非常裡面 平時基本上不會去動主機 根本不用說會把記憶卡拔出來的人 那這樣使用專屬的APP下載影片 速度也算是蠻快的啦 在APP上呢 也可以直接看到路線的軌跡 3. 行車記錄器的主機 雖然魯特把它裝在車子裡面 不過因為主機全防水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裝在車手把上面 可以直接拿來當做電子後試鏡 騎車不管是騎在快速道路 或者是平面道路 騎乘到一半 就可以一眼看清楚後方的來車動向 避免被後方追撞的風險 算是讓常常公路旅遊的騎士們 多了一個選擇 而這一點呢 魯特也覺得非常的讚 因為可以直接把後鏡頭呢 就當做是電子後試鏡了 試了一下騎乘在路上的感覺 因為橘白是台單缸車 所以在上一台魯特用的行車記錄器 那個畫面真的是震到不行啦 但是沒辦法 為了對付三寶還是一定要裝的 而這一台在我使用起來的感受 震起來的這個畫面就相對 已經好很多了 雖然橘白震起來真的不是一般的震 但車牌 前後車礦 路燈 紅綠燈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在夜間的畫質呢 也是很OK的 最後來說一說我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 1.是如果把主機 裝在車把手上面 魯特是覺得 可以做一個快拆的底座 或者是加上防盜裝置 會比較安全 因為像我就是很常把車停在外面的人 2.則是如果GPS功能 可以加上測速照相提醒的話 那就更完美了 那這一台M98行車記錄器 有著軍事風格的外觀 高強度的防水防塵功能 現主也和以前我裝過的行車記錄器 很明顯的材質提升了不少 畫面也夠廣角 讓前後三寶無所遁形 整體使用起來我覺得還是很讚的 那在影片的最後 如果你看到了這邊想要買的話 先糾豆媽的 魯特也爭取到了一台的抽獎 在影片下方留言 老橘白中指好棒棒 魯特會在3月26號的時候抽出一台M98 那如果沒有抽到也想買的朋友 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有團購的連結 買M98就是用64G記憶卡還有車牌支架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